對於川菜的故鄉四川而言 過年就是美食的匯聚 是這片土地自然的恩賜 在這裡 年味是一種味覺與視覺的交替體驗 那是熱火朝天菜品齊全的宴席 那是百滿願霸色香味俱全的臘肉香腸 那是紅油翻飛味道鮮美的家常菜 那是民俗文化雅俗共賞的川味年系 而吃得最開心的味道 成為川人年年貪戀的共同味覺技藝 那一定只有一種 這裡的年有一種味道叫肉香 循著這一味肉香 我們一路來到四川盆地的東北部嘉陵江的中游 一座千年古城浪中 凌晨四點 禮拜四街零星幾家鋪子亮起燈光 而此時馬利民家的滷製牛肉的大鍋 早已冒起了熱氣騰騰的蒸汽 四百斤牛肉提早下料醃製 凌晨下鍋三四個小時 牛肉的香氣已瀰漫整個空間 那是肉與滷汁在文火慢燉下散發出的獨有的味道 創始於清光緒九年的鹽葉子牛肉製作技藝 作為第四代傳人的馬利民 和他滷製的牛肉 是這條老街上最出名的名片 就這個煎著牛肉 好 這個牛肉現在是人們最喜歡吃的 牛選的是我們當地農夫方養的黃牛 像這個肉它要厚實一些 就必須要把它從中間劃上這麼一刀 劃一刀過後 醃製出來更加入味一些 調味只用天然香料 嚴格按祖傳配方加上食鹽進行醃製和水攤 攤過的肉塊放入鍋中層層磨好 壓上蜜製香料包 加入甜醬 生抽 冰糖及百年老滷湯滷製 便製作出顏色鮮亮 濃香影齒的鹽葉子牛肉 它做產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所以說這個能夠美容養顏 它因為那個雞它是透明的 煮過後切開那個粉斷面 看起來就像燈影一樣 非常漂亮 這道美食春節必備 一大早 饕貼時刻已等在門外 整個古城的春節氛圍也愈加濃厚 但這道菜甚至陰濃厚 有東西像是素貼 但這道菜華南春節 感谢观看